小小婆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ChinChin 嗨 幹嘛 就是阿提拉看起來是男生在騎的車子 對 然後Vega就是比較秀氣 Like算是中間一點 因為他有點胖胖的 三台車比較起來的話 像Vega跟Like是比較相似一點 然後阿提拉他就是有一點 我有點Hold不住 就是他有時候一加速他就會有點不知道要去哪裡 就是感覺人會被車子帶著走 最舒適嗎 我覺得阿提拉跟Vega都還蠻舒服的 因為我騎車的時候習慣坐比較前面一點 對 然後他的前面的空間比較大 就是膝蓋的部分不會頂到那個前面的置物箱 對啊 然後Like的部分他就是會一直頂到我的膝蓋 就是其實騎一下下就會 膝蓋就會痛 嗯 不是 怎麼可能 最安心應該是Vega 因為像Like的車子我就是踩不到地板 就是我覺得比較嬌小的女生可能都會跟我一樣的困擾 對啊 然後阿提拉就好像也是踩得到耶 就是沒有特別注意 對啊 但是Like就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是真的很辛苦的在踮腳 對 在踮腳 雖然說Like的置物空間是比較大 可是我覺得前置物空間還是蠻重要 因為Like它就沒有前置物空間 就是不能放可能手機啊或是飲料之類的 或是礦泉水 所以我覺得前置物空間還是蠻重要的 像Vega跟阿提拉都有前置物空間的部分 然後也有USB插孔可以充電 我會選擇 我還是會選Vega 因為就是綜合 第一它的外型算是比較女生比較秀氣一點 然後第二就是它可以充 插USB充電 然後第三呢 它腳就是比較踩得到地板 就是它比較低 然後油門也比較穩 加上它的前置物空間也蠻大的 還有它不會撞到膝蓋 就是以上綜合幾點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Vega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們 歡迎幫我們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 然後我是QQ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們 也可以到我的粉串幫我按讚喔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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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按讚,按讚 按讚他們 然後按讚他們 然後按讚他們 請請 按讚他們